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后来的我们的5.9分 微微一笑很清诚的4.9分等等 这一次也不例外 女心理师评分仅为5.2分 不过 好在景博然的演技评分达到了9.2 总排名第二 这个分数总体去看还是比较重肯的 不可避免的 赫顿在心理治疗期间就会涉及到很多相对比较专业的台词 同时 赫顿这个角色自身还需要带有强大气场 只有这样他说出的话可以让患者相信 才可以带入观众的情绪 而杨子的表现丝毫没有让人失望 剧中无论是眼神 还是台词 还是一些动作细节都表现得非常到位 倪平排名第四 当然 综合女心理师演员的演技评分排名 还是有一些意外存在的 最典型的就是由倪平所饰演的贺顿母亲赵希平 倪平在女心理师演员演技中的评分为8.8 仅排在了第四位 而这一次之所以倪平会排在第四的位置 主要还是和赵希平这个角色的人物设定有关 从目前女心理师的剧情发展来看 赵希平这个角色的身上还存在着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 所以 倪平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的收 或者说内敛 自然表现力和戏剧张力就很难表现出来 不过 随着后续剧情的推进 相信围绕着赵希平这个角色的剧情线会逐渐精彩起来 倪平的演技也会迎来一个爆发 女心理师的整体剧情聚焦心理疾病 贴近生活 演员们的演技也都相当在线 真的值得一追